这个女孩在洗碗时 被五头山口团团围住 女孩挣扎着小羊逃跑 却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等女孩露出水面的那一刻 恶爸们瞬间改变了主意 一个个心动不一 翠花就这样被几人欺负 只有天生待着的肥猫 在一旁下来不敢喷气 另一边 小婶和小女相当苦后 因为翠花洗干一碗 已经回到了银银 可刚才见两人回来 忙完妹妹翠花去哪儿了 怎么你们不是跟她一起的吗 不知道是不是毒风炸了锅 才遇到小指这个鸡饼猪队友 各个意识的翠花可能出事了 今晚当然朝博物赶去 等他们赶到时 全被严谨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翠花全身赤条地 躺在石头上 一动不动地好像婚子过去 刚才把翠花紧紧抱在怀里 埋怨自己没有照顾好妹妹 她看树林里有人一跑